进口弹争议持续延烧 而续产会迟迟不提供进口弹的流向 台北市长蒋万就警告 若是今天下班之前 续产会仍不提供完整的资料 北市府将会重罚 而蒋万也惊爆 续产会还有一批 没有中文标示的进口弹 已经要求续产会周三之前 要给出具体说明 千万进口弹去了哪里 台北狂追完整流向 但续产会就算挨罚至今 没给回应 如果今天下班前 仍旧没有提出 我们就会依法假种开罚 我们也接获新北市卫生局的通报 续产会有一批 没有中文标示的进口弹 所以这部分我们也献起周三前 他们必须做清楚的说明 百姓买到坏弹 深夜却被叫去警察局 而中央部会带头洗潜地 续产会隐匿进口弹流向 尖调躲到哪去 罚到他把流向交出来 他凭什么躲 其实已经涉及刑事责任 那我也就问检察官 你到现在在干什么 就是买到黑心弹 我PO出来都可以八小时移送 那检察官你现在在干嘛呢 我跟那个游淑慧已经告了 已经三四个礼拜了 请问你动了吗 台中425万颗巴西弹打死 不说去了哪 而进口8000多万颗巴西弹的超市董娘 为何至今全是迷 这个秦玉桥 你有看过吗 我没看过 你有没有看过一间 接了六亿的单 接了好几亿的单 我们今天人民就要出来面对 看不到这个人 这个人在哪里 到现在 我真的跟大家讲 这些人是没有良心的 没有 你很在乎食安 你会进这个四个月的鸡蛋给大家吃 鸡翼买来的蛋 再花几亿烧掉 问政府有多少人吃到 政府竟然不离百姓 而执政者是否再等 再拖一两个礼拜全名 就忘记 记得信号陆续关号 SMG小组台北报道